在做看不见的台湾的时候 也挣扎了一段时间 看到觉得我是一个鸡身鸡童 那这个是我在我心里内心深处 实际上一直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名词 我是林宝贵 我现在是一个公务员 我是冠玉 我是开业的健康管理师 身经理工作的带领者 小沈我进入林宝贵 是一种非常身心合一的方式 我跟他已经是不可分离 我不是一个外来林 也不是一个自入性林体 我为什么让冠玉听得懂我的天语 他的语法 人生历练 他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跟辅导工作 小沈我跟林宝贵合作 大概要在休五十年才走得到那个地方 小沈我跟林宝贵合作 所以林宝贵跟冠玉的合作工作 这个是一个天下无双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TK的人 然后他就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展现给我看说 他是存在的 所以我也经常跪在地上就问他们说 我为何而来 我经常问他们我为何而来 可是他给我的答案我往往很难去接受 但忽然有一天我自己发觉到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别人来认同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我去接受每一个人的评断 我既然要为人家服务 我就是要接受很多人的评断 我不需要去拒绝这样子的一个评断 我去接受他 我没有办法去一一为大家做解释 但是我只要我接受了 我只要说服我自己 我就能够站在最前面 这是我这段时间来 很多的心路历程里面的一个转折 所以现在对我而言 身体心理都是一个很和谐的状况 以我所处的高度 我看到地球是一所很好的 业力洗涤的学校 有很多来转世的人 他过去生就已经都有非常高的成就 这些成就除非他是成愿再来 否则的话 他就是在某些方面太高了 但是某些方面缺失 他不平衡 来到地球 他去把他缺暗的这一块 把他的力量补足起来 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 在星际上面 就会有一个他自己存在的位置 他就在那个地方放光 从来都没有说天空的星星太多的问题 只有大家看到 哇 满天的星辰多么的美 所以每一个来地球的人 都是天上的一颗星辰 不要尝试去做一个不是自己 别人都觉得那样好 你去成为他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为什么会来地球 为什么做人 就有一个人的本分在那里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偏离我们本分 那那种身心灵的追求 很容易会使我们迷失 任何的学习都是要来成就我们自己 然后使我们本来的自己 显化出来更纯粹的品质 而不是去否决掉自己 然后去成为别人 哇 那个大师好棒 我就去做到跟他一样 那结果我就我死掉了 那世界上的大师很多 他们每一个都是他自己 他们给的答案 其实我们要回到自己 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独一无二的 他所要追寻的 其实他心中心 他的灵魂都会引导的